《機動戰士鋼彈 水星的魔女》 講述一段把詛咒變成祝福的故事! 哈囉大家好,我是信! 2022年播映的《機動戰士鋼彈 水星的魔女》終於完結 他們只用了短短24集 就在網路上引爆各種話題跟討論 超猛的主題曲、祝福、新穎的設定 讓鋼彈IP出圈,很多新人加入鋼彈的世界觀 《水星的魔女》是這幾年之間討論度最高的鋼彈作品 商業跟評價都收穫好評 商品的銷量、觀眾殘留率極高 甚至讓不少人因為水星去看以前的鋼彈作品 那因為《水星的魔女》跟以往的鋼彈 總用沉重的戰爭開啟故事的做法不同 《水星的魔女》選擇用輕鬆的笑顏劇開啟故事 在被拿放大鏡檢視的情況下 《水星的魔女》會是一部優缺點非常明顯的作品 喜歡的人會很好捧它 不喜歡的人罵起來也是很爽的 而作為鋼彈的老粉絲 我對這部《水星的魔女》算是肯定派 而且還很喜歡 現在觀眾很喜歡先看結論 如果你不喜歡水星的魔女 那這集影片你可能會超級不喜歡 我沒有在嘲諷 我是真心關心你 不要拿時間去看讓自己不舒服的影評 不僅浪費時間還會讓自己不開心 我是很認真的 那我自己看鋼彈也是會想要帶入男主角的那種類型 當年因為很喜歡黃大和 還把自己的ID取叫 I am Kira 0518 總之我看鋼彈的時候 總會盡情的享受男主角是自己的情感投射 所以當下得知水星的魔女的主角是女生的時候 最多我就覺得 喔還蠻新奇的 沒有到很對味 水星的魔女突破以往設定的一點 就是主角蘇萊塔不僅是女生 連結婚對象都是女生 我自己是完全不吃百合配對的 但不用擔心 這部的百合只是一個噱頭 到結局都沒有很賣百合 連個接吻畫面都沒給 所以我正是那種 對主角不對味 也對百合沒有興趣 但還是真心的喜歡上這部作品的人 水星的魔女 所以講述未來的世界新元時代 宇宙居民跟地球居民的經濟出現落差 雙方逐漸分解 而奧克斯地球公司 收購了研究身體機能擴充技術的瓦納迪斯機構 並試圖將這個技術用在軍事方面 而開發出的鋼彈 Garm Darm 因為會對人體造成危害 許多實驗者意識不明 甚至變成植物人 因為這個系統實在太危險了 一直得不到MS開發評議會的認可 開發過程本身就很危險 加上完成之後 很有可能變成超級兵器 精英部隊多米尼克斯隊 突擊瓦納迪斯機構 就在同一天 最新的AI搭載機 對研究人員的女兒 艾力克特薩瑪亞產生反應 發揮了連艾力克特的母親 都沒預料到的實力 艾力克特成為了鋼彈 史上最年少的駕駛員 這邊我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詛咒的科技 Garm Darm 的系統 可以讓人體直接連上機器 更直觀的操作機械 主要可以運用當作醫療用途 特別是益智 但Garm Darm 的系統 拿來做兵器使用的話 因為駕駛員操作時 所需要的反應時間 很少的緣故 它會變成非常強大的武器 在軍事上很有賺頭 所以在後來星雲時代裡面 有很多公司都想方設法 研究這個技術 就算法律明確禁止這項技術 因為利潤龐大的緣故 還是有很多公司背地的研究 也有很多小孩被犧牲在人體研究 故事來到了星雲時代122年 公司間的競賽 變成了跨足宇宙跟地球間的 大型經濟鬥爭 當年聖堂的戴林格、聯布朗 創立了貝納里特集團 旗下有數家開發MS的企業 其中 葛雷斯利防禦系統 捷特克重型機械 佩爾科技 這三家公司並稱三巨頭 但是要注意喔 他們集團底下 也有很多其他的小企業 像是塞西利亞所隸屬的布里翁 貝納里特集團創立了 阿斯提卡西亞高等專門學院 而酷刺前傳主角 埃莉克特的新主角蘇萊塔 在媽媽的安排下 從水星帶著自己的風鈴鋼彈入學 原本設施衛生 非常善良的蘇萊塔 將在這個學校 遇見許多人 結交朋友 從被媽媽當作傀儡控制 到逐漸獨當一面 蘇萊塔的媽媽 艾爾諾拉就是那種 非常典型 有極強控制慾的母親 孩子的一舉一動 行為模式都要完全掌控的那種 這種被長輩操控、孩子慢慢反抗的劇情 讓很多有家庭問題的觀眾朋友 很有共鳴感 劇中也有很多角色 有著自己的家庭問題 米奧林涅、古爾、沙迪克、伊蘭 甚至地球宿舍的每個人 多少都有跟長輩之間的矛盾 你一定能多少找到符合自己家庭狀況的角色 看著他們如何反抗長輩 就變成了一種醍醐味 以往的鋼彈作品 總會在開局 用困難的戰爭題材 帶你進入這個故事 不是說這個方式不行 但是太過硬核的作品 會很難推廣 老IP時代需要跟著時代進步 不然這個世代有非常多的觀眾 是沒看過鋼彈的 這次的作品用了校園 還有家庭題材 給人很強的代入感 非常適合新手入坑 而很多人戰否兩論的元素 百合 僅僅只是噱頭 真的 兩個女主角到結局 都沒有什麼接吻畫面 那水星的魔女的作品中 每個角色都很有趣 許多角色都是乍看之下 是一個樣子 很惹人厭的角色 也僅用幾幕 幾個台詞 一兩集後就會翻轉成另一種人 前面還想打女人的鳳家公子 古爾就是最好的案例 這個待會再來詳談 稍微聊一下主要的角色 第一女主角蘇萊塔 她是一個什麼事都期望 公正公平 富有正義感 卻有點懦弱的女孩子 從小在窮鄉僻郎 水星長大 因為沒有接觸多少同齡人 所以對交朋友有很大的憧憬 劇情中蘇萊塔總是堅持善良 並且對安爾諾拉非常盲從 水星的魔女講述 小孩如何有自己的意識 反抗著大人的掌控 原本我們都會以為蘇萊塔最後會反抗她嗎? 沒想到蘇萊塔在最後還是愛著母親 用自己的方式跟善良 去解決上一代的詛咒 而女二米亞里涅 身為宇宙勢力最有實力的 蓮布朗家的千金小姐 她則是選擇反抗家族 一心向著母親憧憬的地球 希望能夠用自己的影響力 改變不公平的社會 這兩個主要角色跟核心思想稍微大眾的點 兩者的成長曲線都很典型 但其他的角色就非常特別了 像是古爾剛出場的時候身為學院最強的駕駛員 不僅炫耀自己的力量 背景貴為三巨頭的古爾 為了達到他的目的 還會打女人 是第一印象最差的角色之一 但後面僅僅靠一兩話 編劇就讓我們能夠完全共感古爾的為人 並讓他有非常耀眼的表現 幾乎是全劇被虐最慘 卻也是最有魅力的角色之一 因為篇幅跟劇透問題 主要角色們的介紹 會在之後做影片跟大家分享 水星的魔女還有很多的優點 像是有著歷代TV動畫中 前幾名的作畫水準 你或許會因為口味不對罵劇情 你也會因為設定太新穎不能接受 但你不能否認 水星的魔女整部作畫都非常的精緻流暢 該打的時候完全沒在省 差點忘了這次TV動畫 就算放在鋼彈系列中 也是有著前幾名的作畫水準 打戲超強也就算了 文系你也幾乎找不到什麼畫面崩壞 特別是水星的魔女中 非常強調子機的攻擊畫面 戰鬥場面超級靈活 喜歡機器人的朋友應該也能夠確實享受 水星的魔女優缺點是非常明確的 但我有看到一派觀眾 非常想看到重口味的劇情 死一堆人的那種壞結局 認為水星的魔女最後竟然沒有死多少人 還有個大團圓結局讓她非常不爽 不過說真的 鋼彈的TV作品幾乎沒有真正的壞結局 而且一部作品不是靠人死的越多就會越有深度 甚至也不是靠壞結局去拉平價 我覺得未黑而黑的無效便當會讓角色的生命變得非常廉價 水星的魔女給的便當不多 但都是深刻刻畫的熱便當 對劇情都有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比如說我們的依然4號 她的整個角色操作讓觀眾瞭解了 水星的魔女裡面的企業有多喪心病狂 還有後面可能有的各種黑幕 這就是一個有效便當 舉個最糟糕的例子 鋼彈式中有一組歐普三人娘 她們的死我覺得沒有什麼劇情影響力 甚至連錯愕都說不上 是死是活幾乎不影響劇情 這就是所謂的無效便當 在這方面我認為水星就做得非常好 那我這樣子給高評價 能到水星的魔女是無敵的嗎? 那倒也不至於 她是很棒的作品 很重我的胃口 但我也能舉出不少缺點 比如說在劇情已經被壓縮到只有24集的前提下 倒數幾回仍然不斷安插新的角色來瓜分主角戲份 如極這個角色在最後劇情被隆重加入主角團 但在實際劇情中幾乎毫無作用 同理勞達線也根本沒有必要存在 如果是要烘托古爾的人物曲線 那也說不過去 古爾經過一連串的旅程之後 回到宇宙時已經是發展十分完整的人物 不太理解最後放進來瓜分戲份的原因 那我也很常說我喜歡原版依蘭 一直說她是整部最勝利的角色 但同時我也必須承認 把原版依蘭所有戲份拔掉也絲毫不影響劇情 水星的魔女的角色之線真的很多 蘇萊塔跟米奧里內有好幾回根本沒有實質的表現跟演出 有時間做勞達、如極、原版依蘭 你還不如多花點篇幅 描繪蘇萊塔跟米米的劇情 這些是比較多人指出的缺點 那接下來要講的是比較私人的缺點 鋼彈動畫一直以來都是要宣傳模型的大型廣告 所以我們能夠合理推測 製作方想要推銷的鋼彈一定會有表現 不然怎麼拿來賣塑膠呢? 但古爾跟依蘭在最終決戰 幾乎是沒有開機體表現的機會 戰旗的設計超級帥 但只給勞達開 古爾甚至碰都沒碰過他 戰旗他唯一的表現就是被胸控發神經 開去扁自己的哥哥 更甚至鐵旗是完全沒有表現的 真的就在倉庫待到結局 翼靈鋼彈獲得最終形態 好說歹說也強制停止了戰爭 鐵旗跟戰旗的待遇我是徹底不理解 你們知道鐵旗在劇中交給5號開之後 是有被新增2把小手槍來符合他的戰鬥傾向的嗎? 裝備這2把槍的鐵旗完全沒有被模型化 超級離譜 大河內這次不刀觀眾難道是去刀脂肪了嗎? 太神啦大河內 總之水星的魔女對我來說 是在有限的篇幅做出來的有愛有誠意的作品 看完之後有的不是沉重感 而是一種看詛咒被逆轉成祝福的清爽 誠心推薦給沒有看過鋼彈的觀眾朋友入坑 你不需要明白任何的鋼彈知識就能夠看懂劇情 沒有世界觀的包袱所以能馬上進入狀況 老鋼彈迷觀眾朋友來看的話 又有很多對於以前作品的致敬 算劇情最後是有一點感 但該講的也都講完了 劇情中留下的空白 大部分都有觀眾自行解釋的空間 很久沒有追鋼彈追得這麼舒服了 感謝大河內沒有發刀 5號,諾蕾亞,你們太棒了 期待機器人大戰或者G世代推出 我想要來逆轉一下水星動畫裡面的一些遺憾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各位觀眾朋友對於水星的魔女有什麼想法? 或是你最喜歡哪個角色,有什麼想說的 都歡迎在留言區告訴我 跟其他觀眾朋友一起討論 喜歡這影片的話,麻煩一個喜歡 也麻煩訂閱我的頻道 不要忘記打開小鈴鐺喔 因為訂閱了不見得會跳出通知你有新影片 想要追蹤日常生活的朋友 歡迎來追蹤我的IG 那麼我們下支影片見啦,掰比! 如果我喜歡的話髒天沒有部份 不解你給你 なので45分鐘在這裡